推特公司12號正式在美國德拉瓦州法院 對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提起訴訟 要求法院強制馬斯克 以雙方談好的每股54.2美元價格 完成價值440億美元 相當於1.3兆台幣的收購協議 有分析認為如果這場訴訟開打 將會是一場長期抗戰 法院文件顯示 推特公司提到 馬斯克在公開場合放話要收購推特 且提出並簽署一份 對賣方有利的收購協議後 卻改變新意想拍拍屁股走人 不僅擾亂推特營運 也破壞了股東價值 而推特也在訴訟中 指控馬斯克一長串違反收購協議的行為 馬斯克先前曾說 平台上假賬號的比例 比推特聲稱的小於5% 高出很多 至少有20%甚至更多 但由於推特不願披露更多細節 馬斯克也在8號宣布 停止收購推特 華爾街分析師普遍認為 馬斯克的舉動會讓推特股價 以自由落體的方式持續下跌 跌幅恐怕高達40% 環宇新聞陳靜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開啟小鈴鐺 對